2019年加州诸多的劳工心法上路 根据最新的法规 5人或以上的公司 必须在20201月1号之前 为所有的员工提供性骚扰防治培训 其中主管经理的管理阶级的员工 至少应该要参加两个小时的培训 华兴保险为了服务广大的华裔业者 特别举办了免费职场性骚扰防治教育训练 邀请著名的律师讲解 吸引大批民众来参加 华兴保险日前举办了职场性骚扰 防治教育训练课程 邀请到了著名律师 帮助学员能够更清楚地了解防治知识重点 市面上的培训资料价格都不菲 这次提供免费培训 华兴保险CEO张国新表示 加州万万税 最低时薪不断上涨 生意越来越难做 解约成本是每家公司面临的重要任务 华兴保险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帮大家上前 我们办这样子的samina 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加州的法律有规定 只要是你公司有超过五个人以上 你就需要给你们的员工 精力级的给他们两个小时的 性骚扰房子的训练 那一般的员工要一个小时 那大家都也都知道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广告 他们上面很大的标题 对所有老板来讲 看到都会昏倒的一个标题 就是想发财 告老板 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告老板的理由 就是性骚扰房子 如果你做得不够好 没有彻底的去教育你的员工 让这种事情在你公司发生了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做这个训练的话 这个官司你就不用打了 应该是输定了 到目前为止 已经跟我们登记来上课的公司 已经好几百家 然后目前这个员工的人数 已经超过5000个员工 当然我们很希望说在华人社区 能够在这个最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让所有的华人的雇主跟华人的员工 都能够上到这样子的课程 那当然很多华人雇主 请的这个员工是讲英文的 所以我们有英文的版本 以及西班牙文的版本 只要你有这个需要 请尽快跟我们联络 华星保险职场新遭扰防治训练 每月都会举行两次线下实体中英文培训 也会提供中英双语的网络课程 有专业律师授课 课程包括两小时的经理集训店 以及一小时一般员工培训 培训之后将会获得合格证书 错过4月9号培训的雇主 还可以报名本月26号 以及5月6月的线下课程 同时4月1号起 因为新手父母休假的条款修正 公司必须更新张贴劳工法海报 华星保险已经准备好了最新的版本 欢迎广大业主进行联络 免费索取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